现在除了真正的实力派演员,剩下的艺人和偶像,都要靠粉丝的支持。 现在粉丝的支持非常强大,能够给艺人带来直观的商业价值,而很多流量明星能够红起来,靠的也完完全全就是粉丝。 对于靠粉丝之中的艺人来说,有两个禁忌,一是不能崩人设,二就是谈恋爱,尤其是恋爱,很多艺人调粉就是恋情的公开,不过也有一些艺人公开恋情不调反增的。 胡仙旭,最近上运搜,不断的就是小鲜肉胡仙旭了,作为童星他现在已经出道七年了,七年的打拼也让这个小演员,在观众面前混了脸熟,而且胡仙旭本人也是非常的更直了。 此前就有记者,问到弟弟大学的愿望,他也是直言不讳的说道,希望自己能够谈一场恋爱,对于这种事情很多艺人都是遮遮掩掩,唯独他却不同,大方的态度吸引了很多粉丝,而且这个弟弟也是一个行动派,说完没多久,就光速结束单身状态。 前受同校的女生,也成为娱乐圈公布恋情最小的艺人,而弟弟的恋情公开,确实对自己的事业受到了冲击,当时很多迷妹表示不接受,就连自己的后援站也有关闭了的。 不过作为艺人对于恋情大大方方,而且他也成年了,这一次的恋情公开虽然有部分粉丝脱粉,但也收获了大批心本,热度也比以前上升了几个多。 层次,任佳伦,作为演员,任佳伦凭借一部古装戏重新翻红,收获很多粉丝,机身大扔明星,但是任佳伦却在上升期突然宣布自己的恋情,对于偶像很多粉丝都还是支持的。 不过在小部分粉丝还没有换过来的时候,任佳伦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,跳过结婚直接宣布自己做爸爸了。 这个事情直接导致很多粉丝脱粉,不过作为明星还是有大批粉丝的明星,明知道粉丝会有这种反应。 却依旧公开,不论是作为老公还是爸爸都非常的有责任感了,现在任佳伦的热度并没有受影响,前段时间和杨子的新剧热度也是非常高。 张若远唐一新,对于这两个艺人,那就真的是公开恋情的典范了。 当时两个人的各种飞门飞上天,后来郑主也是在社交网站公开承认,这件事情没有引起粉丝反感,烦闹收获了大批的CP粉,现在两家的粉丝也非常和谐,而且他们两个路人员真的是出奇很好。 前段时间唐一新生献飞闻,路人们都是选择相信他,后面张若远出灭成青,真的是难留意爆棚。 现在两个人很幸福,小逼粉丝看到了也很开心,现在粉丝越来越包容,对于偶像恋爱的事情也是看得很开。 小编认为,这才是粉丝和偶像应有的样子,离他的作品很近,在他的事业上全力支持,而对于他的生活则是不打扰不干预。 对于此事有人认为,胡仙是真的超级有担当,而且他走的是演员路线,并不是流量,恋情公开对他的影响并不大。 这就让我想起了陆寒,当时恋情的公开课试掉,奋无数,不知道对于明星公开恋情,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? 那么,大家可能 для见了, faced刚才面试以后,我们要来感受erman defect,奋无数,不知道对于明星公开丝的说明星公开课试。 那么,我们要做一个通关西的说明星公开课试。